《性權二十》當然不是我的題目 我的題目是 運動忘記改造的東西 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運動忘記改造的東西 我們上週才剛剛慶祝的 性別研究室二十週年的 學術研討會 在這個路上走了也不止二十年 也是回頭看看的時候 我過去常常被人家批評 說我說話很有生動性 我今天可是不煽動啊 其實說我的講話很有煽動性 意思是說 這個批評我的人 其實不同意我講的話 可是好像聽眾又很聽進去了 我講的話受到了吸引 所以他的解釋就是說 那一定是我在說理之外 還動員了群眾的情感 也就是把一些 其實站不住腳的東西 包裹在情感動員裡面說出來 於是就煽動了群眾 批評我的人其實說對了一件事 我很早就覺悟到 至少在性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這個常常是否定性的社會裡 這個文化所調教的主體的情感結構 很深刻的局限了我們 但是也同時很強大的催動了我們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對於性的 被建構起來的各式各樣的情感結構 限制了我們 可是我們同樣的 也感受到他強大的驅力 有的時候啊 在別的事情上面 人們如果聽了別人講了什麼什麼的話 我們經歷以後覺得哇 心向往煙 我們就開始 例如練游泳啦 學書法啦 讀古書啦 就不管人家跟我們建議了什麼事 我們覺得好的我們就去做 我們開始練身體啦 我們開始練瑜伽啦 各式各樣的好事 唯獨在和身體慾望相關的事情上面 聽到別人說好 我們心裡面卻是很想要 又害怕 很渴望 又罪惡 很想幹 可是沒力找 結果 自我改造的這個理念 在別的事情上面都可以被執行出來 唯獨在性的領域裡面 很難實踐出來 這也正是現有制度 得以繼續存在的重要基礎 這個基礎就是 絕大部分的主體 不願意 或者害怕改變 那些想變 而且積極變的主體 則被懲罰 消滅 現狀 因此 得以維持 照這個邏輯來講 如果我們放進語言來 理論的語言來講 性革命的物質基礎 除了一般的經濟生產模式條件之外 承擔這個革命的主體們 也需要經過身體情感的革命 才能變成擁有新的動力 新的趨向的新制度承擔著 而我的煽動性語言 正是這個革命的一個部分 也是企圖推進這種革命的努力 我舉三個例子 現在回頭看 我在1994年3月那個很有名的 所謂打破處女情節的演講裡面 其實根本沒有講什麼石破天津的論點 你現在如果去看網上的錄影 你會覺得 哇 陳老師講的很爛 但是真正重要的 不是我講了什麼內容 我給這些年輕的大學女生 提了什麼樣的生活建議 重點的是 我在演講當中示範了 女人可以擁有自在的理性的 不被羞恥捆綁的討論性的態度 而在那個歡快的六百個女生哄堂大笑 興奮激動的時刻 女人面對性的態度和情感 也正在鬆動而質疑 這也證明了我確實煽動了她們 1994年5月 反性騷擾遊行的時候 我喊出了一個很有名的 我要性高潮的口號 那個口號出現 其實我也沒有講什麼很新的論點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到底講了什麼 我講的是五句 我要性高潮 不要性騷擾 你再性騷擾 我就動剪刀 後來一個群眾太熱情 我也補了一個第五句半句 叫做把你剪光光 這種很口水的口號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內容 但是那個時刻 它是在女生所熟悉 或者已經預先害怕的性騷擾 形成各種不安氛圍裡面 在那個時刻 這個口號喊出了很強悍的主體的聲音 敢於肯定自己的情緒 我要性高潮 也敢於威脅用暴力回擊那些侵犯我們的人 你再來我就動解刀 這樣的口號在街頭集體的大聲 回蕩在中正紀念堂旁邊 我認為原來束手無策的遊行隊伍裡面 也正在實際改造著女人面對騷擾的時候的驚慌和恐懼 問題都不是我說的什麼 而是我怎麼說的 人們的感覺是什麼 人們在那一剎那的情感 是不是還維繫了性騷擾的統治 1996年 橫婉如命案嚴重地衝擊台灣女性的生活 不夜行不單身行動不喝酒甚至不穿粉紅色的套裝 各種各樣的說法風聲鶴唳 形成了非常恐怖的社會氛圍 在這樣的情境裡面 在那個夜間遊行的時候 我帶了一整班的大英文學生去 我們在身上貼了一個很大的字 腰 我們嘴裡和手上拿著標語牌喊著 夜行無罪 腰勞有禮 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就說 你看你們就不要像紅婉如這樣 穿著粉紅色套裝 口袋酒氣還打計程車 早麻煩 我們也喊著妖女夜行 萬夫莫敵 大家不要想說這個口號很慫啊 很痛啊 很夢幻啊 但是那個時候是在什麼範圍 什麼樣的氛圍 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喊著那個口號 這個是我們這些老人 有歷史的經驗的老人才能夠告訴你 那個時候我也在護校裡面去演講防暴三招 我講的是一些很不文明很不優雅 但是不害怕不退縮的招式 我希望能夠讓女生在情感上面甩開好女人 怪女孩的柔弱和無助 我也希望用無所畏懼靈活應變的心靈和身體 來應對很可能出現的暴力的危險 不錯 是會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先被她嚇破了膽 那你就真的沒有回應的能力 所以在那樣一個恐怖的時刻 我沒有說大家記得打某某安全的計程車電話 然後打安全的計程車司機保護你的車子回家 上環的我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我在20年的這個會議上面已經回憶過了 大家可以去回頭看一看我在防化三招裡面出這招 這三招會被主流女性主義採用嗎 這一種上述我給的三個例子 這種用乾冒不會非主流甚至不落流的實踐 來衝破限局改造主體的運動 它那種以公民的身份依法爭取權益為本的運動 是很不一樣的 我當然不覺得前者就是我搞的那一堆事 我不認為前者是運動唯一的策略選擇 但是我相信如果運動把自己局限到了爭取權益 爭取認可 而不同時也像徹底改造主體 改造既有的文化腳本 改造社會價值的這個方向前進 那就很可惜了 因為它會使得運動很容易就妥協於文化現狀 而安逸於分配資源 很遺憾的是 過了轟轟烈烈的1990年代以後 我個人一直纏鬥於各種議題和公共辯論 盲於以禮服人 爭取更多的群眾 只能在偶爾的演講中 提到一些改造主體身體情感的革命工程 事實上包括我們心理研究室舉辦的會議 以及整體的社會運動圈子裡面 都越來越少那種集體改造 自我的情感豐沛場域 而往往是在文字和概念上面 吹毛求疵 再也沒有力氣和勇氣挑戰嘗試 創造新局 我認為 當運動忘記改造主體的時候 也是運動失去原來魂魄的時候 現在在臉書這種社交媒體上面 理性或者文字辯論也衰落了 興起的是另類的情感賠力 也就是小圈子的人互通生氣 擋同發誉 流言蜚語 謾罵表態 這當然可以說是社交媒體的本質 它使得同一種信念和意見的人 集中相濡以沫 這個成語你們懂嗎 大家交換頭水 但是不是很情欲的 相濡以沫 信念意見最後都變得越來越簡單 甚至可以只用頭像 只用驚嘆號來表達 思考和情感 沿路越來越簡單了 而上週我們系列的這個20週年會議上 我們系列運動四個老人 非常誠心的準備了 反思了 表達了一些我們對自己運動參與的 這個複雜的評估 而人們 竟然聽成了我們在承認挫敗 使我們都大吃一驚 請大家用嘗試想一想 以性別研究室的戰鬥力而言 我們會只表達挫敗嗎 我們對歷史和運動的反省 會只有這兩個字嗎 你們是怎麼聽的 社交媒體的這種情感凝聚和強化 記得我一開頭就在講這個情感的改造 那社交媒體的這種情感凝聚和強化 雖然有簡化有極端 那麼它有沒有可能成為我所期待的主體改造呢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我高度存疑 我在想 表現自己很進步很反抗 就一定要厭棄君子風度 寬厚胸懷同理心悲憫理解善意 這種溫柔的心胸嗎 這些情感必然是傳統的保守的東西 我們在臉書上常常看見毫不遮掩的小心眼 排他冷眼 渡恨惡意仇化唱衰刻薄放冷箭 小人之心 這些情感和號稱尋求新世界新主體的進步分子 搭得起來嗎 我們的運動到底改造了什麼呢 我們的自我改造在這個過程中被遺忘了嗎 Tim在今天的發言當中提到 社群 這是一個還沒有被大家仔細探討過的概念 什麼才是社群 什麼力量可以集結成社群 什麼力量會純淨化社群 就是剛才牛鏡所提到的排出一些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是一個社群 那麼社群成員對彼此的對待和態度 應該是什麼 這些問題 留給大家和我 自己 請問你們 請問我們